安德烈耶夫卡 巴赫木特南义的一个极有两条街道的小村落 开战之前生活在这里的人口约有77人 地处克列谢耶夫卡和库尔九莫夫卡定居点之间 是俄军南义防御战线的中心地段 由西向东乘坡度地形 事业开阔是两翼火力交叉点 一手南攻被俄军称为死亡之路 在乌军持续两个多月反攻的战役中 折损在这里的装备人员最多 因此在过去的几个州 乌军的主要攻势都集中在克列谢耶夫卡以北 这里更接近城区攻击面大 损失少亦推进 在当所有人都处于这样的错觉之中时 乌克兰亚苏第三突击旅声东击西 闪电突袭安德烈耶夫卡 三个方向同时攻入了俄军防线 切断了俄第72独立摩托话旅 与阿赫巴特的联系 包围并全间的俄第72旅 其中包括该旅情报科长 三名营长以及大部分步兵 并缴获大量装备 这是至瓦格纳围攻巴赫木特以来 俄军单日损失最大最惨的记录 一个旅在防御战中就这样没了 对此 俄罗斯国防部的频道里 就仅发布了一条信息 巴赫木特侧面的安德烈耶夫卡村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剩下的地方 这就是俄罗斯人的脾气 绝对不会认输 也绝对不会解释 大概意思都在字面上 该村庄根本不存在 对这个区域的控制权 将有周围的位置决定 乌克兰国防部就顺着俄军的意思 也发推文称 这就是俄罗斯人离开后 安德烈耶夫卡今天的样子 俄罗斯只会带来破坏和死亡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告诉全世界 俄军是只会搞破坏的恐怖分子 西方的自媒体的态度也是一样 乌克兰宣布 重新夺回了安德烈耶夫卡村 是一种苦涩的喜悦 他们夺回了什么 似乎都在渲染俄军的毁灭行为 关键 这还是俄国防部自己带的节奏 先别急着去纠正 狡辩和澄清 人家就是性格 不屑解释 安德烈耶夫卡的位置到底重不重要 咱们把今年六月份的战场动态图 与当前的战场动态图做一下对比 过去的几个月 乌军就这样悄悄咪咪的 蝉使着俄军的防线 不知不觉已经夺回了这么大片区 而克列谢耶夫卡 安德烈耶夫卡和库尔九莫夫卡定居点 这条平行防线 是通往T051三公路的唯一屏障 没有这些裁员断壁和地下室所掩护 没有这些地形参照五位坐标 俄军的防守会更难 占领安德烈耶夫卡有利于乌军分割攻击 另外两个定居点 前一发耳动全身 巴赫木特难以局势就将恶化 俄军就需要新增兵力和手段来稳定局势 不然包围巴赫木特就即将成为现实 俄军驻守巴赫木特的精卫部队 包括VDB空降师 西伯利亚哥萨克里 车臣阿赫巴特特种部队 现在还能增态的就只剩下巴格纳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朝鲜人民军 虽然俄军在兵力动员上远胜乌军 但经历太多事件之后 军队内部之间彼此都有小算盘 面对乌军的百战之师 能起作用的选择并不多 在一番巴赫木特战役的过往记录 就会发现 瓦格纳是今年1月份才占领的科列谢耶夫卡 以此为据点 向T-504公路发起的南大门包围战术 严重影响并调动了乌军在西南方向上的兵力部署 耗时6个月完成合围 接下来部署100 乌军将会加大对索列达尔伊北方向的进攻 转移视线让俄军顾此失彼 每一次的试探性洋攻都将可能转为主攻 利用疲兵之际扰乱俄军的指挥和部署 这是跟瓦格纳献学献脉的洋谋 只要俄军还是多支联邦部队协同防御 这招战术无解 虽然现在就谈论包围巴赫木特有些为时过早 但关注俄乌战场的都知道 巴赫木特角肉机是两军指挥 战术战斗力的最高水平决斗场 在这里不存在侥幸和意外 对于乌军来讲 小胜的意义都远大于在扎波罗热方向 推进几公里 对于俄军来讲 退后就意味着失败 没有借口